2月份跟3月份立委出缺席的情况 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2月1号开始到3月26号为止 我们统计所有的委员会加上委员会的出席 一共是34次 那我先说现在出席率最好的人出席几次 是17次也就是50% 缺席最多的 第一名 两位国民党籍委员 刘泉总委员跟杨泉斯委员 他们缺席27次 也就是34次的开会 他们只来了 不到7次 那么缺席的第二名是 傅昆奇委员 他缺席24次 他34次只来10次 还有高金素媒委员 他是五党联盟 他一共也是出席了10次 那么第三名的有缺席22次 34次只来了12次 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先生 他愿意将国会改革列为他的施政重点之一 他特别要求说出席率是作为往后立法委员是继续提供的重要的参考指标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吴国球先生 就特别提到说立法委员至少应该出席率要高于50% 两个月只开37次会议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几乎都是红字 红字代表就是该开会没有该会 没有开会 而且他亲家又矿子 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是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主要的困难就是说 他的初学习的来源好像来自于议事部 可是那个议事部里面呢 只列了出席没有缺席 所以我们要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要不断的比对 几个礼拜以前去拜会王院长 那提出说希望 国会议事的过程能够让全民能够及时可以收看得到 那这个部分王院长在当面的时候 他承诺说那网路的部分能够赶快上路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一定要等到 委员们到外国去考察之后 他才愿意开始建议 现在地板院的内部就可以看得到 他只是拉一条线就可以让外部看到 本来原来是说议事部上面 他会有那个议事的内容 然后还有他的书缺席 可是有的写了不他会必有人来看 没有错 但是这是最低标准吗 你连签名都不来签名啊 对对因为那个理论上 那个委员他必须要亲自签名嘛 我们只是以这样子的标准来说 你这么低的标准 我说至少你要来签个名吧 出现一下吧 对 有委员他可以一次签 这样都算出席 对 就是形式上的出席 他连形式都没来 如果连形式都没有 那还不要讲 没有啦